咸丰七年,46岁的曾国藩在家丁优守治 曾国藩建立乡军,出征三年 现在却被迫交割兵权,在家守治 他满心的不甘 面对皇帝的猜忌和同僚的排挤 曾国藩甚至觉得这个世道已经不值得拯救了 他每天在家里面心烦气躁 经常和家中子弟吵架 甚至辱骂弟媳表现得非常失态 这是曾国藩一生中最低谷的时期 他的好友欧阳赵雄在得知以后 建议他读一下老庄的道家世书 说可以医他的心病 曾国藩开始读老庄的道家经典 曾国藩在年轻时保读儒家世书 到了京师以后 他败在唐建门下学了成诸礼学 儒家强调当仁不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接受了这样思想的曾国藩 他曾经想以一己之力撼动整个朝廷 在先锋刚登基的时候 让大臣言识 曾国藩会给先锋上奏者要改善朝政 在先锋不耐烦的时候 他还会更加强硬的上奏 这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曾国藩到了湖南之后 他私自办理审案局 不用体制内的官吏而用世身 也是想以一己之力改善湖南的政治环境 这惹得湖南官员都对他非常不满 他还想改善绿营 在爆发冲突之后 上奏参阁了武将清德 这又使得湖南巡抚洛炳章对他不满 儒家的教导要以刚强识人 曾国藩的形式也展现了刚强的一面 曾国藩在江西的时候 他需要陈其迈给他提供军饷 陈其迈拒绝之后 曾国藩硬刚 他通过军机处强力交涉 最后还参阁了陈其迈 这搞得江西官场也对他很排斥 曾国藩在带兵的时候 他又开始用了法家的霸道思想 他认为乱世应该用重点 所以对于杀人 他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人们对他的不满 通过增剃头这个外号 就可以完全地体现出来 曾国藩的前半生 以刚强霸道的态度对待一切 这使他跳出体制的束缚 无中生有 建立出了强大的相聚 但是这一套作风 在官场中却格格不入 他独树一帜 别人都当他是异类 他自然会四处碰壁 曾国藩在读了老庄的道家思想之后 终于有了突破 道家讲究道法自然 要顺势而为 曾国藩受到启发 既然无力改变政治环境 那就改变自己 去适应环境 道家讲究和光同尘 那就把自己融入到官僚体系中 不要让同僚觉得自己是个另类 曾国藩曾经说过 不做圣贤变为禽兽 他的人生志向是向圣贤看齐 但是他这种要求 反省自己还行 如果用来指责别人 就难免遭人讨厌了 以前曾国藩觉得 天下皆主我独情 世人皆罪我独行 现在他领悟了道家的和光同尘之后 主动把自己融入官场 以前他最讨厌官场的应酬 认为这是浪费时间 他向来只喜欢公事公办 现在他积极参加官场的应酬 上到总督巡抚 下到推官县令 他都亲自拜访 都小心翼翼地笼络他们 过去他办事 十分之七八的精力 都是在和官僚做斗争 现在他维护这些关系 虽然花了一些精力 但是办起事来非常顺利 反而节省了更多精力 曾国藩带兵多年 先锋一直不给他都府实权 虽然说先锋是为了要制衡 汉人的权力 可是他却给了忽林义 湖北巡抚的实权 这说明 咸丰也不是不能给汉人实权 只是他对曾国藩这种 以道德标榜自己的高姿态 非常不喜欢 后人经常说 法家的可恨之处 在于用法律杀人 而理学的可恨之处 在于挥舞道德杀人 曾国藩一手握住 乡军这把锋利的兔刀 一手握住道德这根大帮 四处攻法 当然人人诟病 曾国藩在悟道之后 主动改善了他在官场中的关系 尤其是他主动向 官文、洛炳章、左宗棠等人示好 这使他有得非常扎实的地方基础 在曾国藩丁幽期间 清军和太平军的战事 处于胶着状态 清军主要有两个阵营 第一个是以绿营军为主的 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 江南大营的实力比较雄厚 江南大营的主帅是何春 副帅是张国梁 江南大营的作用是 一来可以困住太平天国的天井 二来可以保护苏州、常州等满清的曹富重地 清军的第二个阵营就是湘军 湘军以湖南、湖北作为基地 湘军想要继续扩大战果 就要顺着长江从上游往下游推进 先打九江 再打安庆 最后打到太平天国的天井 曾国藩当时就是在九江战败 受困江西的 现在湘军又开始集结力量 围攻九江 围攻九江的主将是李旭斌 李旭斌是罗泽南的弟子 在罗泽南战死之后 李旭斌接管了他的大军 在胡林义的支持之下 李旭斌把军队扩充到了一万人 李旭斌非常善战 他的这支部队是湘军的一支禁律 太平军在九江的首将是林启荣 李启荣也坚韧不拔 任凭湘军如何攻打 九江都溃然不动 太平天国发生内讧 天津变乱的时候 太平军的实力受到损伤 湘军也只能围困九江 却无法攻克 在太平天国内讧之后 太平军有实力的主将 主要是施大开和陈玉成 陈玉成为了解九江的困局 率领十万大军攻打湖北 陈玉成想用唯卫救赵的方法 调动李旭斌回湖北救援 李旭斌只要一回湖北 九江自然就脱困了 陈玉成到达湖北之后 武昌危急 李旭斌果然会去救援 但是李旭斌只率领一半军队回去救援 他留下四千人继续围困九江 林启荣在九江有两万精兵 侧营他的黄文金也有两万大军 太平军的数量是相军的十倍 陈玉成给九江的守军 创造了良好的战绩 但是林启荣擅长防守 对于出城野战 他并没有信心 所以他没有出城 浪费的陈玉成创造了战绩 九江守军不出 李旭斌没有后顾之忧 一路急行直扑湖北 湘军以往的战术 是结应寨打呆仗 每日兴军不超过三十里 李旭斌对此作战非常大胆 他急行快战 以迅猛的攻击连续打击对手 陈玉成没想到 九江的相军来得这么快 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太平军的营地也全部丢失 李旭斌在磋伤太平军的士气之后 他不与敌人缠斗 又快速地撤回了九江 刚好在这个时候 太平天国的石大开与红袖拳决裂 石大开率领十万精兵出走 自立山头 石大开派人签来劝说陈玉成加入他的队伍 陈玉成内心矛盾 举棋不定 太平军在湖北的攻势就停了下来 胡黎义得到这个机会 抓紧时间调兵前将 在李旭仪、豹朝、多龙俄、杨宰夫等人的配合之下 胡黎义的湘军消灭了鄂东地区的太平军 同时李孟群、杜兴俄两部来到九江增援李旭斌 李旭斌得到增援 终于攻破了九江城 当年曾国藩在九江战败 是湘军成军以后最大的败仗 如今攻破九江 湘军在九江跌倒 又在九江站了起来 李旭斌也因此被皇帝加将 他被赐予浙江不证实的实职 并且加巡抚贤 曾国藩昔日的部下 如今都已经大有作为 胡黎义是巡抚实职 李旭斌是不证实实职 加巡抚贤 水师武将杨宰夫也晋升提督了 其他的将领也都得到了晋升 只有曾国藩还只是个在籍侍郎 曾国藩心中感慨万千 湘军攻克九江 立了大股 李旭斌是曾国藩发掘的人才 这份功劳理应他也有份 借着这个机会 胡黎义发动骆炳章等同僚 一起上奏 请求朝廷重新启用曾国藩 刚好在这个时候 翼王师大开跟洪秀全分裂之后 率领十万部队进入浙江 浙江危机 两江总督何贵清 想调用江南大营的主帅何春 增援浙江 但是何春不愿意离开江南大营 当时江南大营可是最有机会 攻克天津的部队 守着这份盖世齐功 何春当然不愿意分兵浙江 他干脆就装兵不出 先锋没有办法 他只能调动湘军支援浙江 湘军的胡林义要坐镇湖北 不能兼顾浙江 咸丰就想调动 刚才九江打了圣诞的李旭斌 去支援浙江 但是李旭斌如果去到浙江 就是孤军深入 胡林义必然要去增援 胡林义一旦离开湖北 湘军好不容易建立到湖北基地 朝廷就可能派别人来接管 这对湘军非常不利 胡林义说动观文 让观文和他联名上奏 说李旭斌不适合去浙江 说李旭斌刚打下九江 陈玉成在湾北还有威胁 需要李旭斌从江西进攻湾北 看住陈玉成 观文是满洲贵族 又是先锋的心腹 连他都上奏 说李旭斌不能支援浙江 先锋就只能同意了 朝廷同意不调李旭斌去浙江 就等于批准了曾国藩的付出 曾国藩得以付出 要感谢同僚的相助 但他更应该感谢石大开 为他创造的机会 尚狱下发命令宗国藩 主持这项军务 但却仍然没有授予他 都府实权 经过磨砺的宗国藩 他也不再向朝廷要权了 在接到尚狱的第四天 宗国藩就从家中启程 他先来到了长沙 会见洛炳章和左宗棠 以及湖南的官员 在湖南无论官职大小 哪怕是七匹小官 他都一一拜访 嘘寒问暖 以前的他最讨厌凡文汝捷 现在的他都坐了回来 曾国藩与湖南官场的交好 使他赢得了 湘军总基地的全面支持 胡林毅经营湖北 也学习湖南进行了财政改革 改革之后收入大涨 湖南湖北两个湘军的基地 每年可以拿出六七百万两军像 曾国藩此次复出 虽然他自己没有都府实权 但是湘军的根基 已经相当扎实了 太平军主将陈玉成 虽然在湖北被李旭斌击败 但是核心力量没有折损 陈玉成和李秀成 李世贤 伟郡等太平军将领 决定统一指挥 在晚北和清军打一场大会战 东路以李秀成为主帅 西路以陈玉成为主帅 两军配合 先扫荡晚北 再回时消灭江北大营 陈玉成很快稳定了晚北 然后亲自率领主帝南下 他和李秀成和军一处 攻破了江北大营 然后他们两路大军 开始加攻江南大营 太平军如果攻破了江南大营 就消灭了清廷在长江下游 最大的绿营兵团 江苏浙江这两个最富出的省份 就会落入到太平天国之手 大清将断掉一半的裁员 清军唯一的破底之道 就是以大军猛攻卢州安庆 唯卫就赵 逼陈玉成回元 要想攻取卢州安庆 必须得集中六七万的精锐大军 才有可能 一时间没有这么大的军队 怎么办 前锋就想出一个险招 他想让李旭斌率领部队 攻打卢州 李旭斌虽然只有一万乡军 但是他作战勇猛 他的部队是乡军最精锐的子弟兵 乡军不是朝廷的集系 即使牺牲大一点 只要能使得江南大营解围 对于先锋来说也是值得的 曾国藩和胡林义 当然不同意这样的军令 曾国藩告诫李旭斌 说卢州肯定打不下来 你稍微做出进军卢州的姿态 应付一下皇命就可以了 不要整得去 一定要等到相军会期以后 才可以真正的北进 李旭斌个性耿直 他刚得到浙江不证史的职务 很快就被家常 巡抚头衔 他觉得自己身受皇恩 要为皇帝分忧 于是他没有听曾国藩的劝阻 带兵北进 孤军深入 李旭斌分兵两路 一路由他亲自指挥 攻向卢州 另一路由杜兴俄指挥 攻向安庆 李旭斌在向卢州进军的时候 在三河中了敌人的埋伏 陈玉成率领六万大军会员 打得相军大败 李旭斌部全军覆没 他本人也阵亡 李旭斌率领的 都是湘军起家的老底子 是湘军最精锐的部队 这次全军覆没 湘军伤到的根本 曾国藩悲痛不已 他只能暂时放弃支援浙江的计划 亲自到晚北救火 湘军在三河战败之后 都兴俄手下的多龙俄和豹超 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与陈玉成展开了奋战 晚北的战局 进入了胶着的状态 曾国藩原本得到的任命 是支援浙江 但是施大开很快就离开浙江 率领部队往四川去了 曾国藩就留到了湖北 和胡林义一起商量后续的计划 施大开出走之后 太平军的主力就剩下陈玉成了 清廷现在有两个主战场 一个是长江上游的湘军 一个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大营 这两个战场形成前行攻势 曾国藩和胡林义定下战略 要集中兵力进攻安庆 陈玉成要是来上游支援安庆 下游的江南大营就猛攻天井 陈玉成要是回下游支援天井 湘军就得上游攻城掠地 曾国藩要以安庆作为诱饵 让陈玉成的主力部队 在两个战场间来回奔波 安庆之战是湘军和太平军的 一场决定性的战争 同时面对清军的两个战场 对于陈玉成来说 也是一个很难破解的难题 这个难题却被太平军的 一个后起之秀破解了 这个人就是李秀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下期我们继续分享湘军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